胡先生和董小姐的事件又迎来大反转了 前几日 因为有瓜主传 胡总的原配夫人发声说 董小姐是他们的干女儿 两个人牵手是正常行为 不是大家传播的 不正当男女关系 原以为两个人有可能因为原配的发声而彻底翻身 可是现在看来 翻身是不可能了 因为原配又实名举报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事件疑点太多了 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中央巡视组已经入住了 因为一点太多 比如这个董小姐 每个月工资是一万多块钱 可是她五个月花掉四十三万 每个月花八九万 这个钱到底是哪来的 胡总的原配夫人已经向纪律委员会实名举报了签手们事件 原配举报胡总涉嫌利用职权为董小姐摸取利益 并且胡总还有其他多个情妇和私生子 为了他们利用公款购买房产 严重违反连结纪律 胡总的妻子林女士已经向中央巡视组 实名举报 透露了更多的内幕 也公布了电话录音 据林女士透露 胡某曾担任中石油环球工程项目北京分部总经理期间 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属谋取利益 收取贿赂 挪用公款 违规干预工程项目招标和合同签订 这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败坏了党的作风 必须严肃处理 林女士表示 她已经忍受多年胡某的出轨和虐待了 但是她不能容忍胡某的违法乱纪行为 更不能容忍她败坏党的作风连结和国家利益 因此她决定站出来实名举报 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 林女士的举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扬 她的大一蔑青之举 是国家和党的好妻子 好公民 假如真的如林女士所说 胡总涉嫌挥霍公款 生活作风腐败腐化 滥用其职权 贪污和受贿 魔用公款 违规操作 这些情况都属实的话 那就不是开除公职这么简单了 起码得进去采缝纫机呀 所以这个世界的乱象真的该整治了 前一段时间 那个被学校老师碾压致死的孩子母亲 她的形象和气质都不输给这个董女士 可是却遭到网报想不开自杀了 然而 这个董小姐虽然从又黑又胖的丑小鸭 蜕变成了长腿风胸大天鹅 可是她是一个腐败和堕落的反面教材 反而这样的人却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推崇 还被说成是励志标杆和崇拜的对象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你们怎么看呢 我想给打 bolag 也详这个角落的 感谢大家 欣赏